我太太是专业地产经纪 大家有什么买房出租租房的事都可以跟她联系 她可以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类似于公寓楼 它这一个楼是分四个门 楼上一间楼下一间 然后一共是四个门等于是四间 这是它的停车场 这个楼好在它是分门的 虽然说是类似于公寓楼 但是都是自个儿独门 单走一个门 楼上一个门 楼下一个门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半地下 大家看这四个门 楼上两个窗户是一间 楼下两个窗户是一间 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楼下的这个两个 它是上边两间 这是四个门 楼下这个呢 它是咱们叫加高地下室 这是它的正面 对面呢 正在割草 大家听这声音 加拿大就是地广人系 全都到哪都是大绿地 左边就一个motel 旁边也是一个这样的房子 这个是盖的稍微早一点 这是咱们进它的屋里 因为今天咱们介绍的是地下室 正对的这门是机房 它是这里独立门吧 这一进来 这是大厅 左手边呢 是洗机房 这一个单独一个门 这是大厅 右手呢 就是它的主卧 主卧里呢 有一个洗手间 就是三批斯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是新建的 刚完工 现在往外出租 这个是它的主卧 它这个房子呢 都是叫咱们叫简单装修 从窗户往外看 这它又是家高的嘛 所以也不显像是地下室 菜光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终归是地下室嘛 它叫半地下 这里的这里叫半地下 从这主卧出来 这就是那个大厅 大厅也两个窗户 对面就是厨房 一进门 这大家听着 你可以搁沙发嘛 这两窗户是正面 刚才咱们照的那个面 正面 对面是另外一个building 这是它的厨房 右手边呢 就是两个房间 这一共是三个房间 两个洗手间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也是三批斯的 这个是一个房间 等于刚才的洗手间呢 是这个两个房间合用 那个主卧里有一个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房间的大小差不多 只是主卧有一个洗手间 它这个地面是铺的那个大的瓷砖 通常铺瓷砖呢 要地下室嘛 就是要干净一点 这里的房子它都给你配好了 你进来就直接住 买下去就可以住了 就不用再重新装修了 这就是整个房间状况 从这儿呢出去 这个就是2250加币的出租屋 那是一个房子了 币的房间 我又来说 那就是我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